歡迎收看 來到第二節, 關於舊勢力 例如連麻生輝、小橋流水 和市場風采的人馬 紀哥, 你說不定小橋流水 真的比較失望一點 勝出後的兩場? 你現在看到他好像 幾場一路正在下跡, 是吧 我也不見他有什麼特別的措施 讓他回氣 譬如他說, 突然放草兩個禮拜 回來又做, 我沒看到 他一樣都是這樣做 到時候我就出來跳 馬上看起來真的沒有 季初的時候, 人人都很滑滑 這麼新鮮 現在你會不會突然跑得好呢 我就… 有些馬上不知道 我們覺得有點意外 近期, 或者上一場 有沒有操練上有什麼不同呢? 整個程序有沒有這種不同呢? 沒有不同… 看起來沒有什麼特別不同的 那種維氣的操練方式之下 Anthony這次怎麼看這馬呢? 其實我也覺得上一次比較失望 因為他在天狗之後的終點 但是如果說說有一點有利的數據 其實今季潘頓和沈日石合作很好 他今季騎的馬兩次都跑第二 希望他騎乎騎屬這隻馬 希望可以跑得好一點 其實也挺有趣的 因為這次小橋流水用潘頓 連下生輝就轉了, 用無私 這次是兜亂的 看看小橋流水會否有什麼刺激狀 另外, 我們聽聽訪問 看看他怎麼說小橋流水 我非常開心 我早在這季節沒有任何問題 我剛好看過他後來過他後來過他 但我非常愉快 我非常愉快 他現在是我的最愛駛駛駛 他現在是我的最愛駛駛駛駛 所以他很高興 我看過他後來過他 我看過他後來過他後來過他 比较他更加速度,他开始失去转损的转损 我认为这次的转损是明显的 专业的转损 那是明显的一天在1,000m的转损 当时,他被转损的转损 他被转损的转损 他被转损的转损 他把转损损的转损 到1,200m的转损 同时,同时,他被转损的转损 它是最好的转损,我认为 你已经在转损的转损? 是的,我知道,我转损了他 明星要和戴上等了转损 把转损跟在转损上 我认为他用转损很好 所以,你知,这次转损 在赛日子可以转损他 多达一下,这就完結了 要贏的競技, 其實是我們做的 好, 如果看回小球流水之外 這次是連華生輝, 這次用巫師 選不選旗, 我真的不知道 但連華生輝上一次 是否有預期失色呢? 這一馬是一場國際賽 所謂馬路力短了 是 很明顯看到他的充斥能力 已經不可以那麼長 對, 即是衝衝一下已經… 巨了… 是 好, 上次縮回一千, 又跑得不錯 但如果他像以往的充斥 你看他那場國際賽, 流放也很好 沒錯 他一樣會贏的 但你看到他好像會贏的時候 他已經停了 是的 真的, 很明顯看得到 你這次想他跑得好 十二檔更加, 要縮在後面 等著, 就是擠了那一段 還不可以拉出去擠 你知道一盤一盤已經虧了 虧了, 虧了 在旁邊等運, 擠了那一刻 有多少呢, 你們會想得到 就是看無私能否幫忙 對, 我覺得唯一是這樣 因為這盤很明顯是因為年紀大了 而衝力短了 是的 因為去年已經…我們也說了很久 去年至今也是 而且上一次正如機的拔差 流放上沒有問題 是 最後三百左右這樣拉出來 以為在外蘭很棒, 跑線又來 還不贏? 黃仔, 什麼不敗 你應該敗不敗了, 什麼衝擊 沒有的 你會否覺得有點失望, Anthony 很失望, 上次發 因為他那輩子以為能贏 是的 最後跑來不贏, 其實真的很失望 因為那邊的跑線是很好處的 對, 你也沒有 然後還給予你共創未來 還要回頭來 也會覺得是否更老了 就是這樣